多家波兰媒体15号报道 有导弹在波兰境内爆炸并造成两人死亡 波兰政府发言人随后确认 在波兰东部与乌克兰接壤的赫鲁别书夫地区发生了爆炸 并导致两名平民死亡 目前现场调查正在进行中 受此影响 部分军事单位已提高了战备等级 对此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表声明称 波兰媒体及官方有关一次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居民区的言论 是企图引发紧张军事升级的蓄意挑衅 国防卫队乌克兰与波兰边境地区进行打击 波苏战争中 12万到13万苏联战俘 于1919至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 其中有超过4万5千人 在死亡营里 被以各种方式集体枪杀和虐杀 原来类似卡庭惨案这样的事件 在波苏战争期间也发生过 波兰人也杀了不少苏联人 4万5千人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卡庭惨案的死亡人数 德国陕西波兰之后不到一个月 斯大林就命令60万苏联红军 越过苏波边界 进入波兰东部 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这片被寇松县从苏联划走的地区 9月18日 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师 苏德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 对半分割了波兰 如果不是德国贪得无厌继续东进 要攻打苏联的话 波兰也许就这样被苏德两方分而制止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 斯大林才又同流亡到英国伦敦的西克尔斯基政府 建立外交关系 1943年卡庭森林事件爆发 波兰流亡政府再次和苏联断交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6号在布鲁塞尔 举行紧急会议 商讨波兰东部边境已去爆炸事件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德 在会后记者会上说 北约初步分析认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是蓄意攻击 但俄罗斯仍应该承担事件的最终责任 斯特尔滕贝德说 目前针对这起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但没有迹象表明 这是俄方对北约采取了进攻性军事行动 北约初步分析认为 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乌克兰为保卫其领土 免受俄巡航导弹袭击而发射的防空导弹引起 德国国防部16号表示 如果波兰方面欢迎 德方将向波方提供数架欧洲战斗机 以协助进行空冲巡逻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6号表示 波兰导弹爆炸事件的一切责任在于俄罗斯 即便这是乌克兰的防空导弹 也改变不了俄政破坏乌尼用基础设施的事实 级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